美日實施今年來最大規模聯合軍事演習 出動39架軍機進行空戰訓練 力挺調查彰化無症狀採檢 行政院長蘇貞昌表示 中央地方防疫一條心 各搞各的會亂套 中國重慶遭遇40年來最大洪災 三峽大壩首次開啟11孔洩洪 台股盤中一度暴跌600余點 財經專家表示 台灣產業過度依存刮危 建議台商前進印度市場 更詳細的新聞內容請鎖定 新唐人亞太晚間8點新聞